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市长谢国梁宣布 今年不办跨年晚会 将在12月23号 在市立体育馆改办室内的 圣诞晚会来庆祝 举办多年的 基隆市跨年晚会 今年将取消 在两个多月 民国112年 也就是西元2023年即将过去 迎接民国113年 西元2024年的到来 不过市长谢国梁 在双十节廉价前 欢迎PLG 直到基隆来进行热身赛时宣布 基隆今年不办跨年晚会 而是将在12月23号 在市立体育馆改办室内的圣诞晚会来庆祝 我们也会请体育馆厂长在这里 我们也会分年分阶段 把我们的这个场馆 越来的 越去把设备啊 座椅啊 环境等等 能够改善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有待改进的地方还蛮多的 这一点我们真的要 再来努力再来调整 那另外我也跟大家宣布 就是说就在这个场地 我们的今年的这个圣诞的晚会 其实在12月23号 也会在这个场地来举办 所以这个也是 我们在年中晚会 因为有时候是跨年 但我们这次是用圣诞节来举办 我们也是会在这个 钢铁人打球的这个场地来举办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去年参加那个跨年 这狂风暴雨 真的是太辛苦了 所以室内好的场地 就如同钢铁人的比赛一样 那我也跟大家报告 我会在这个场地把它做得更好 提供给好的职业篮球队 来打这边打球的 更多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力 另外我们也会把这个场馆 做得更好 做各式各类的市民的室内的活动 让大家一起共同来 这个多参与这类的各种的赛事 市长也强调将会持续 更新体育馆内的设施设备 未来不只是体育赛事 可以在这里进行 也让其他活动也可以在体育馆内举办 避免活动在室外举办 受到风雨的影响和干扰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 被看作是基隆新定标的基隆塔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放 不过有复合式咖啡厅的业者 在塔下信寺路上开店 看好未来国际游轮旅客观光基隆塔的双击 海螺造型的灯饰 明亮舒适又不是浪漫气氛的整体布置 这家位在信寺路上 新开幕的复合式咖啡厅 亮丽登场 也吸引路过民众的目光 特别是业者结合基隆著名的新鲜锁馆 设计出不同的养生套餐 争取民众和旅客的青睐 就连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非常称赞 就是来这里吃饭嘛 那发现让我整个很惊讶 这家店的这个庄宝怎么这么漂亮 而且有一个小角落可以拍照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不错 想要推荐给我们这个基隆市的乡亲 那包括外县市的乡亲也可以来这边来用餐 那这里的餐 刚刚我问老板娘说 他的餐的这个就是比较走这个 就是健康餐 吃起来就像家里的味道 像家里的味道 而且真的因为我们在家里 煮一定会比较重视健康嘛 不会跟在外面吃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 那吃起来感觉就是很清淡 很清淡就是少油嘛 少盐嘛 对这吃起来就真的蛮不错的 业者表示既然是咖啡厅招牌的咖啡饮品绝对好喝 至于各种养生套餐和锅类 更是他们自己精心设计 少油少盐就是希望让客人吃的健康 也能享受餐点的美味 因为我是想走健康的路线 来符合大家现在的需求 所有我的青菜我都是用现蒸的 包括所有的食品食料 我全部都是用烤的 所以我们的餐就是少油少盐的健康餐 包括我们也有做锅 我们也是走健康餐的药膳锅 跟外面的一般火锅有所做区别 对包括我在当初要选菜的时候 我也选择我们有那家乡味道的酱瓜 大家吃的都很怀念 所以也是说符合大家现在的需求 那因为我们这家店是我自己女儿 她用心思 也是符合现在海洋 还有各方面的需求 她做这样的设计 包括电灯各方面都是我女儿自己挑选的 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店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自己要的特色 所以说希望大家会喜欢 由于业者看好基隆新地标基隆塔 结合国际邮轮观光未来的商机 因缘忌讳下买下房子 开设这家咖啡厅 特别是咖啡厅就位在基隆塔下方的信寺路上 由下而上感受基隆塔不一样的魅力 希望能够为经过这里的民众和旅客 提供最好的餐饮服务 其实我之前就住在前面 就是异路那边 所以我的生活圈都刚好在附近 那刚好知道这边有房子要卖 我就赶快来这边 当然也是要借助基隆塔跟这边的商机 希望以后我开在这边 又有客进来 我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场地 跟我们的餐点来为大家做服务这样子 店里面也特别设置一处网美墙 提供来喝咖啡以及用餐民众 拍照打卡的地方相当受到欢迎 业者欢迎路过经过咖啡厅的民众 可别错过 进来喝杯咖啡享受不一样的养生餐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在关心停水消息 水公司办理共辽境水厂系统 自来水管线泰换工程 将在10月17号下礼拜二上午9点 到10月18号上午8点止 共计有23个小时 在中正区及信义区一带进行停水作业 影响户数约2万户 我们接获到自来水公司 他预告我们将在17日的时候 将会在中正区 还有信义区一带 来进行停水的一个作业 大约会影响将近2万户的一个民众 那主要他的之所以要停水 就是因为他要办理这个 共辽进水厂的这个 态换管线的一个工程 所以说他会在我们下周 10月17号的上午9点 一直持续到我们10月18号的上午8点 维持是23小时的一个停水 市府说明这次中正区跟信义区的停水 影响户数约有2万户 另外部分地区是降压供水 降压户数约有5000多户 提醒市民朋友及早储水备用 而共辽进水厂这项管线 态换工程完工后 将能更稳定的支援基隆地区供水 主要的一个大管线 直径大概有一公尺左右 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主要管线 那主要是把共辽进水厂那边的水 送到基隆来 主要是信义跟重镇区的一个 地区的一个供水 那如果 如果那个平场 平场那个 就是共辽进水厂这边的水 如果有 有多余的水的话 我们就可以让他把这个水送到 这个基隆的新山水库这边来储存 如果我们旱季的时候 那个共辽那边的水不够的时候 就可以由这个新山集市厂这边的水 来供到我们的新域跟中镇区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再带您来看 基隆市污水下水道工程 九月进入市中心仁爱区 各个街阔巷弄施工 范围包含了中一路 中二路 中三路 孝三路 爱二路 以及仁一路及中镇路口 六个主要的路段 由于施工采立坑逐渐推进工法 施工将封闭一半的道路 公务处提醒民众要建树慢行 施工人员解开围离 进入工作井 展开一天污水下水道工程 机具必须向下开挖三到五米 目前有一些管线 所以要忍耐他们做 他有时候人是在里面迁移管线 工区围离外架起了告示牌 提醒用路人小心慢行 这里是仁爱区孝三路 政府正在进行污水下水道工程 九月正式进入仁爱区 各个项弄施工 污水下水道工程 现在已经进行到我们市区的部分 现在现阶段是在做孝三路的 一个推进的工程 因为我们这个工程是采用 点状施工的方式 它地下推进的方式 那现阶段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立坑的开挖 那每个立坑的开挖 大概工期大概也两个礼拜 所以我们影响的部分 就是影响到现在工区的部分 我们会先用围里围起来 在里面做一个开挖 那有影响到我们的一个停车 机车停车阁的部分 或汽车停车阁的部分 我们会先注销 那到等这个坑洞开挖完了之后 立坑开挖完了之后 我们会立刻恢复我们的一个停车阁 大马路上设置了工作井 难免对商家和用路人不便 但污水下水道工程 是城市建设重要的一环 和民众生活息息相关 影响还蛮大的 而且他们施工的日期啊 一个礼拜做两天修好几天 没有一直做的对 没有一直做啊 没有一直做啊 算是还是要支持政府的所做的对 那怎么做啊 毕竟这是跟民生相关的啊 那弄好也是对大家都比较好啊 像孝山路前段喔 就是遇到这个第二层的瓦斯管线 那在等瓦斯管线的时候 我们会暂时就是没有在动工 那这个民众可能会误会 可能要跟民众沉下 就是说这个部分 事实上我们是在等待 其他的管线的迁移 那其实我们假如遇到其他坑 可能也会有相同的问题啦 所以我们会尽量 请这管线工资配合我们 那紧速迁移 那这部分造成民众的一些不便 我们再次也请民众多多包容 我们市府的这些重大工程 这项工程每个路段施工 将逐渐的推进 影响时间大约四到六个月 整个工程将在114年完成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 基隆市接待两个来自于 日本的参访团 分别是日本石川县的中能登丁 及日本高松市香川日华清善协会 由基隆市长谢国良亲自接待欢迎 表达基隆将致力于国际交流 提升更多的能见度 日本石川县中能登丁盯长 攻下违信 率队拜会基隆市政府 市长谢国良亲自欢迎接待 民政处长张约翔 跟成功国中校长张志明 及姐妹市促进会理事长陈士斌 也出席陪同 尤其是中能登丁当地的中能登中学校 和基隆的成功国中 由姐妹校的交流互访多年 尤其是我们的学生 也因为这样有部分的学生在毕业高中毕业以后 就往日本去留学 市长谢国良强调 他上任后积极进行国际交流 期盼为基隆学子引进更多的国际课程 石川县的中能登丁 过去跟我们的学校 在跟成功国中有一些姐妹校的交流 那我也特别分享了 就是说 现在让基隆的孩子 基隆的学校走出去 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育政策 我也分享了 我前一阵到加州博客来分校 讨论未来将引进顶尖大学的课程 给基隆市的高中的学子来就读 那我也请问了他们说 如果有好的日本的大学学府 愿意提供国际课程的话 那我想基隆的高中的学子也会有兴趣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提供更多国际化的课程 给基隆的高中学子 希望他们能够在学习历程方面 在基隆在地就读 就能够有好的学习历程 不用到台北去 所以我们今天就这个议题也一起交流 那很感谢大家在学术上面 在教育上面 都持续有深厚的友谊往来 我们继续一起努力 做更好的国际学校交流 另外日本高松市 香川日华清善协会事务局长何田谢明 也率领访问团来到基隆 拜会市长谢国良 并特别带来高松市长大西秀仁 及清善协会会长的亲笔姓 民政处长表示 透过交流活动 拉近彼此的友谊 也让基隆跟日本 能够深化各方面的合作 他们在对基隆市的印象 以及期待都非常多 包括刚刚我们的中能登厅 能够跟我们信义区 未来更进一步做市民的交流 然后在高松 本来我们的友好交流 能够在疫情之后 只能持续 谢国良市长在担任市长之后 由于他的国际观 以及行动力 不管在亚洲地区的日韩 或者是在他近期到美国 都希望能透过市民的联系跟交流 促进我们在学术上 文化上的交流 创造我们在基隆市 能够有更多的 对我们下一代 年轻世代 能够走向国际 然后开拓视野 这完全符合基隆市 是一个国际港都的这样的城市 让国际港都 透过基隆市政府 跟海外的友好城市 或者是友好学校 来做交流跟学习成长 基隆是台湾的门户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港口 透过更多的国际交流 让基隆被世界看见 也让基隆的各项水准 向国际看齐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此云寺药师佛店 历经两年策划 开光启用 药师佛大殿内 设有神佛尊相 必赌 木科解王的辉宏庄严 不少信徒专程 请来点药师佛灯 祈求身体健康 消灾严寿 欢迎民众来此云寺药师佛店 参拜感受伐喜 基隆市区污水下水道施工开始咯 下水道工程施工 会在道路进行开挖时 设浇管及围社围离 风情陆续将暗月分区分段施工 部分车道会缩减 部分停车格会取消 请市民多注意 为了卫生和健康 请大家体谅多包含哦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仿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 独特样貌 你会选购一级能效的家电 但你的节电等级却只有五级 现在开始改变你的用电习惯 冰箱只需八分满 滤网定期两周轻 冷气设定26至28度 晚转时间进化一级节电玩家 关掉冷气 随手关灯 白天到黑夜节电不停歇 节电从我改变 在第二步以后 周一 学家制事件 徐先生 网站 要灌策 星期三 衣物日曬自然杆 星期四 定期保養勤擦拭 星期五 冰箱秒數認真數 星期六 節電擦坐要使用 星期日 節電天天試好日 就是它 把它處理掉 電費殺手幫我處理啊 Showcase 首先 我發現你的冷氣開得太冷了 肮臟的濾網標固定清洗 電池陰氣 洗衣機等等 電池用品沒在用 而且還插頭 隨手關電燈 這些小動作 你可以省下不少電費 老隻電炮換LED 省電 省錢 又明亮 唉唷 真厲害啊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今天要帶您來一探社區營造中隱藏在巷弄間的閻家老宅 百年歷史的紅磚三合院至今第五代還住在裡面喔 帶你們去看一看 爺媽 我要來幫你嚇一跳 沿江奶奶打開門 讓參與社造小旅行的夥伴們入內參觀這百年古厝 紅磚三合院保存的整理的極好 住在裡面冬暖夏涼嗎 我們是第五代 我們現在住是不是冬暖夏涼 對 夏涼很涼 社區理事長說奶奶很發心 將土地整理出來 讓民眾無償使用 因此社區夥伴才能進行手作步道 同時也能改造環境 賦予地方新生命 步道的部分 就是由我們八肚岩家那個岩媽媽 她同意讓我們來整個做改造 我們總共那時候有十幾個志工 一直把它整個清理出來 爺媽媽也很高興 她說不管是所有居民 或者是說外地的 她也同意說讓我們直接從他們這個地方可以經過 這樣子 讓我感覺就是說 跟社區的連結能夠很踏實的在一起 因為我之前 我那個高中是去台北念書 然後我其實本身是巴南里的居民 但是我發現我對基隆並不是很認識 那藉由這幾年跟那個理事長的那個參與活動 我發現說 跟社區的那個在地的文化歷史 以及自然景觀有很深切的感受 感謝地方民眾一起參與一起共融 讓地方故事可以存存 亮點被看見 地方居民與在地也有更深的連結 記者蔡曉君 基隆報導 再帶你來看 中篩論離學習中心與明日之星國際藝術教育機構 共同開設一同共舞課程 透過團體即興創作的模式 啟發空間的創造力 給予他人環境的互動社區共融的力量 透過舞蹈啟發長者對空間的創造力 同時激發與他人環境的共融力量 這是113年學習型城市的一個子計畫 我寫計畫的時候就想說 基隆是一個有愛城市 那有山有海 那我要讓我們樂林中心的媽媽們呢 能夠用舞蹈來體驗一下 感受一下我們基隆的山海之美 所以呢 所以呢我這個計畫叫做飛越有愛 一起共舞 共創奇蹟 然後讓他們有時候快閃 可以到這個潮進公園 白米用砲台 都可以去快閃展出他們的這種舞蹈 讓他們跟山海一起融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中山樂林學習中心與明日之星合作 共創人與環境的故事 同時開發創造力潛能 讓長者共好共榮共創奇蹟 來參加這個中山樂林這個優質學習中心 這個課非常的棒 尤其是我們那一天在潮進 那種海天一色與大地共舞的感覺 真的非常的開心 而且那種是從來沒有過的體驗 希望以後有機會還能繼續再上這個課程 我喜歡這個飛藥舞台 我覺得蠻好玩的 而且來這邊可以交很多朋友 我們大家都玩得很開心 這群姐姐們走到戶外進行展演 與大自然共舞 與藍天綠地對話 燃起心中的火花 更加熱觀和積極的面對生活 記者蔡小鈞 七龍報導 元泰科技發起一起讀出來工藝專案 攜手多家企業捐贈超過千台的彩色電子書閱讀器 給基隆三十九所國小 帶動基隆學子的數位閱讀競爭力 元泰科技董事長是基隆人 他說很開心能夠回饋家鄉 參與貴賓陪同七堵國小的孩子們 透過彩色閱讀器 閱讀大樹的秘密電子書 新鮮的閱讀方式 孩子們好開心 前進基隆 讚 元泰科技發起一起讀出未來工藝專案 攜手二十二家企業捐贈超過千台的彩色電子書閱讀器 給基隆三十九所國小 每台閱讀器均搭載一百零二本優質讀物 元泰科技董事長李正浩是基隆人 他很開心有機會回饋家鄉 我們元泰是做電子池的 我們覺得說 而且我又是基隆人 該回到我的家鄉 該做一些貢獻 其實很開心 也看到謝市長做得這麼好 也應該要回來基隆做一些照顧一些小朋友 因為我覺得閱讀還是未來給小孩子有一個機會 那尤其我自己也是經歷 在成為基隆的小孩子也是努力讀書 然後也有這個機會才能 才有精神做到今天的位置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能回來到我的故鄉來捐贈是應該的 電子紙主要的話它是不商演 那這個不商演的話是因為它不發光 那這是有經過哈佛工業學院去認證過的 就是說電子是不商演的 那第二個的話因為它也很省電 就不需要像手機跟平板一樣 每天要充電 那電子紙的電子閱讀器的話 大概一個月充電一次或兩個月充電一次就好 因為它是以它換業的業數來計算它的耗電量 因為它本身是不好耗電的 只有在換業的時候會耗電 市長謝國良親自製贈感謝狀 感謝這次捐贈的各家企業 帶領孩子們進入數位閱讀世界 感謝源泰科技捐贈了超過1000台的這個 電子書閱讀器給基隆國小的小朋友 那這個董事長也是在地的基隆人 而且這個公司現在做電子書做得非常好 市值已經接近到2000億的新台幣 電子書其實就是一種顯示器 也是一種面板 但是它就是比較不傷眼 比較適合孩子們的閱讀 所以雖然現在看到很多電腦螢幕 但是這些所謂的電子書電子螢幕 其實相對於我們現在的電腦而言 是比較不傷眼的 現在大家都在談要保護眼睛 所以電子書未來也是孩子們閱讀的一個重要的選項 那我自己剛剛也跟這位李董事長在分享 事實上我覺得電子書的這個電子紙的應用以外 除了電子書其實其他的形態的一個顯示功能 也可以希望能夠在基隆多一些運用 就針對這一點我們還會有機會跟他在潛意討論 但總之能夠捐贈上千台的電子閱讀器 電子書給基隆的孩子 那他也算是返鄉來做一個公益 我們表示誠摯的感謝 市政府教育處長劉美蘭跟文化局長江廷梅 也一起陪伴小朋友閱讀電子書 現場所有的師長們也都感謝參與企業的愛心 讓孩子們能利用最新科技享受閱讀的樂趣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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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隆魏节目将用镜头带领观众实地走访体验基隆的魏 当科学家文学家还是艺术家 都不如有一个自己的家 住进社会住宅人生不宅 你以为今天明天的日子照样 其实你们正在为彼此互相照亮 住进社会住宅人生不宅 过去无论你有局没局 在社会住宅里人气广路都能再开心 住进社会住宅人生不宅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中产以下房太祖支持专案 从6月1号开始开放线上申请 手续简片免付证明文件 只要输入借款人的基本资料 就能够完成申请 通过申请者 单万元的支持金直接入账 符合资格的你 记得赶快来申请 有任何问题 欢迎拨打咨询专线 02-2162-1239